如果第一次来贵阳 这些小巷被接的美食 只有本地人才知晓 正一路的有煎油渣火锅的糟辣蛋炒饭 酸汤洋芋和地汤火锅 凉成吉祀的折耳根豆腐皮 卤味烫菜 炸洋芋巴和灌汤猪脚火锅 成吉祥的淡加瓦尔糕和红糖发糕 饮味香豌豆鸡汤糯米饭 环南巷的瑶记恋爱豆腐果 温昌南路的甜福记鸭块面 显峻虾子羊肉粉 瑞金北路的老五鸡丝豆花面 老奶牛肉粉 羊鸡胡子烤肉 戈壁的高八锡饭和八宝粥也很好吃 圆通街的赵三毛湖南面 罗地瓷八包豆腐 湘雅村的料鸡砂锅粉 永乐路的萧石府炖土鸡饭 康家翠少面 电台街的金娘铁板炸串 沙冲北路的张老二小菜馆 芷月街的芷月醋粉 姐妹豆腐园子 公园西路的增姐糯米饭 陈世人家豆米火锅 当午赶集的洋芋丝饼 牛杂汤 蜂蜜小面包 现打热瓷吧 现炸洋芋片 文明路的姐妹酸辣烫 鲤鱼街的范家老素粉 董记泡椒牛肉粉 施封路的刘妈馄饨 同仁手工米皮 这个计划 鲤鱼街的水平